欢迎您继续收听,由喜马拉雅出品,结语二撰写,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,唐砖。 第七百四十一节 我的天哪,我的天哪。 袁守成看到天池的第一眼,就舍不得闭上眼睛了。 他唯恐,一闭眼睛,这天池就会消失。 但是,道士们已经换上了华丽的道袍,手里居然还有护板,还是白玉做的,云叶自己的护板是象牙的,至于穷酸一些的,比如魏征的护板就是一块羊木板子。 老袁在前程的膜拜,香烛歌舞一样不缺,袁守成和道士们在跳舞,做祭拜,云叶在努力的找温泉。 这个时候,只有温泉才能够安慰一下他疲惫的身体。 天池从来就不缺少温泉,这里本来就是一处火山口,周围黑色的岩石,是火山喷发时的产物。 至于红色的岩石,那是融化的岩浆,冷凝之后依然保存了当时的样子。 看来这里的铜铁很丰富啊。 没用多长时间,就找到了温泉,一股细细的水流从岩石缝里流了出来。 云叶试探了一下,非常好,很适合洗澡。 这股水流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水潭,正在冒着热气。 水溢满了水潭,就继续朝下流去,最后流进天池。 天池传说就是王母洗澡的盆,到了这里呢,不好好洗个澡,绝对对不起自己这一路上的辛苦啊。 爬个山还要被蚊子咬,野人拦路,后市的时候就没有这种糟糕的情形。 虽然那些景区的管理员和虫子野人区别不大,至少管理员他不会要你的命啊。 一丈多长的虫子就能把一个人吞下去,然后呢,把自己埋起来,慢慢的消化。 这种事情,想想就让人不寒耳里。 大唐的人太少,所以造就了满世界的洪荒。 无数的上古遗存的物种,快乐的在这里生活,这些物种愚蠢,还一根筋,想要把你咬死,他就要弃而不舍的干下去。 已经告诉袁守成,没事别去湖边上,后市的游人还能时不时的见到水怪。 云叶对这个湖里充满了神奇生物的可能性,非常乐观。 所以现在出现一只类似蛇镜龙一类的东西,叼着一个道士上下摇摆着吞咽,丝毫不感到惊讶。 袁守成手里的强弩到底还是显示出了他强大的威力。 老道士射得准极了,三只弩箭全部都钻进了那个怪物的鼻孔里,估计受创不清。 一口就把那个道士吐了出来,踩着沉重的脚步就上了岸。 袁守成大叫着转身就跑,剩下的两个道士也顾不上那个生死不知的道士,跟着袁守成跑得飞快。 老兵们吃惊的和袁叶一起把自己的身体埋进水潭里,只露出脑袋,看着正在疲于奔命的三个老道。 这样的大家伙,别说是三十个人了,三百个人也不够他祸害的。 上了岸,首先倒霉的就是那个受伤的道士,一尾巴下去,人就不见了,看着云叶心头一颤呢。 那个家伙追了两步,可能是觉得肚子摩擦在石头上不说不,又重新的回到了湖面里,往湖水的深处走去。 不一会儿,水面上就剩下了一大圈的涟漪。 吴舍脑门子上顶着一块毛巾,一个老兵在帮他擦背,舒服的直哼哼,喝了一口酒,对云叶说。 我们这样洗澡看猴戏,一会儿你怎么向袁手成几眼时啊? 嘿嘿,在这里啊,你说了算,哎,别忘了,你终究是要回长安的,回到长安,陛下会找你麻烦的。 云叶摇摇头说,他想来天池,那我带他来了,帮他避开了血龙和野人,还告诉他不能靠近湖边,他以为自己是神仙的仆人,那些怪物就不吃他了。 笑话,陛下凭什么说我呀? 他们要是不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,和我们一起洗澡,哪里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啊? 你想多了,说不定袁手成觉得自己这一趟太顺利,故意给自己找麻烦也说不定。 云叶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,刘进宝和老兵们也跟着大笑,袁手成好不容易攀上了崖壁,来到了云叶他们洗澡的地方,神情悲愤至极。 袁先生,您先不要着急办事,还是洗个澡,去去房子再说,这里是神仙地,您还是小心些好。 幸好啊,您不属于北亭属下,就你们刚才不遵将令这一条,人头就能挂在旗杆上风干了。 这就是你见死不救的理由。 那个叫做奔雷的老道,流着眼泪冲着云叶大吼。 你再吼,不妨把声音喊得更大一点,你多喊两声,这里就会下雨。 现在是春日,如果有雷电产生,你的名字真的就名副其实了。 云叶小声的说话,到了高原上,有些山非常的古怪,如果你多喊两嗓子,立刻就会下雨。 再倒霉一点,就会有雷电产生。 云叶早年在西北这样的地方啊,遇到了绝对不止一处。 本来听云猴的,我们对这个地方很不熟悉,还是听云猴的劝告吧。 云猴啊,刚才是老夫鲁莽了,你不要往心里去,从现在起,我们一定会做到令刑尽职。 但是,袁守成到底是一个老狐狸,知道这个时候,不是以和云叶起争论。 自从来到这里,他心里已经认定了云叶,绝对不是第一次来。 从他对付雪龙,蝎子,再到引开野人,手法非常的纯熟。 如果全部都归功于情报,未免有点说不过去了。 他一来到天池,就准备洗澡,还轻易的找到了温泉。 待在这里,不但能够避开危险,还能监视整个大湖。 如果不是对天池非常熟悉的人,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 更何况,这里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落脚地了。 奔雷老到不干了,可能是刚刚被怪兽一尾巴拍死的那个家伙,和他感情深厚,根本就听不进去人话。 明明已经开始下了小雨了,竟然还敢举着宝剑,大声的咆哮,说要杀死那个怪兽。 无舌捡了一块石头,甩手就打在那家伙的手腕子上。 他手里的剑一下子就被打飞了。 刚刚飞起来没多远,一道闪电伴随着惊雷,就击打在剑尖上。 看着那柄剑冒着黑烟掉在地上,剑身扭成麻花样,袁守成的嘴巴就再也没有合拢过。 洗澡! 袁守成带头脱掉衣衫钻进了水潭,两个道士也乖乖地钻进水里,神情古怪地待在水潭里一动不动,生怕再招来雷电。 天上下着雨,还越下越大,所有人都把身子蜷缩进水里,只露出脑袋,任凭风雨吹打。 这里积蓄的能量释放有一个过程,好在这个时间并不长。 冰冷的雨水浇在脑袋上并不舒服,云叶感觉自己的皮肤泡的都有些发皱了。 这场雨啊,终于停了下来,一道彩虹就挂在前面不远的地方,似乎触手可及。 从水潭里爬了上来,浑身酸软,肚子咕咕叫。 泡温泉非常的耗体力,所有人,包括吴蛇,都被那道惊蕾给吓坏了。 天地之危不是凡人的肉体所能抗衡的。 最大的好处就是,云叶的耳根子清净了好多,大雨过后到处都是湿漉漉的,找不到柴火生火做饭。 但是这个时候需要好好的吃一顿热食,云叶就带着老兵端着锅来到了温泉的泉眼附近。 卤蛋,卤肉,干饼,这些东西一股脑的丢进锅里,然后再把锅架在冒着蒸汽的泉眼上, 等着把食物微热了再吃,这眼泉水和洗澡的那眼泉水不同,热得惊人,鸡蛋扔进去,不一会儿就能够煮熟。 等吃饭的功夫啊,云叶对袁守成说道,这个世界太大了,所以什么事情都能够遇到。 你们都认为这里是神仙地,可是你们看到神仙了吗? 这里只有野人,怪兽,唯独没有神仙,这里也不适合人生活,我们这一次悄悄的来,然后就悄悄的走,不打扰这里的生物,总算是看过天池了,就当是来欣赏美景的。 人一辈子这样的机遇不多,再看看,明天我们就下山。 袁守成摇摇头道,你刚好说反了,这里才是神仙地,山下有怪虫,有即将变化成人的妖精,湖里有怪兽,花园里有无数的蝴蝶和奇花异草,奔雷开始对神仙不敬,就会由于降下了以示成见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,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,唐砖。 当他再一次咆哮的时候,就有惊雷降下,赶在神仙地,拔兵刃的,确实该受到惩罚。 这一次,我们明日就下山,到了城里,我会即可修书一封,就会有无数的道门高士来到这里。 老夫要在天池边上,修建一座道家神殿,作为向世人宣法的所在。 云侯乃是世外高人,对我道家学说有所不知,葛洪的枕中书中记载,混沌未开之前,有天地之经,后原始天王,由于其中。 后,两仪划分,原始天王,居天忠心之上,养兮天气,俯隐地权,又经数节,与太原玉女通气结经,生天皇西王母,天皇生地皇,地皇生人皇。 西王母乃是先天音气,凝聚而成,天上天下,三界十方,女子得道登仙者,都隶属于西王母管辖。 据山海经在,上古之时,皇帝讨伐赤油之暴时,赤油多方便唤呼风唤雨,吹烟喷雾。 西王母,祭前九天玄女,受皇帝三公五义,阴阳之路,太乙顿甲,六人不斗之术,阴符之机,灵宝五夫,五圣之文。 皇帝随客赤油于中记,于顺继位后,西王母又前时,受白玉环,白玉棍及地图。 顺即将皇帝的九州扩大为十二州。 听了西王母的典故,云侯难道还不明白,老夫为何要在天池建立神殿吗? 我们即使无缘得见西王母,但是这份机缘,老夫还是要留给道门的。 西王母不但是神仙,也是帝先之祖,陛下的江山传承自皇帝,而皇帝又受了西王母的恩惠,所以陛下也会感同身受。 此地对我道门意义重大,不可轻易舍去。 瞅着袁守成悲苦的面容,云叶无言以对,或许袁守成一直虔诚地信奉着漫天的神佛,一百多年的自我催眠,已经让他身陷其中不可自拔。 俯身看着脚下的一汪天池水,看着怪兽欢快的在水里游来游去的那样快活模样,他们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大难临头了。 一旦庞大的道门大举进入此地,山下的虫子会被吃光,山上的野人会被圈养起来,狐里的怪兽说不定也会被道门的高人收服当做坐骑。 云叶只希望自己再来的时候,道门的高人不要问自己收取昂贵的门票费用,又一座名山大川,完蛋了。 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害兆,雪龙愉快地在雪地里繁衍生息,野人充满希望的准备进化到巅峰,湖里的怪兽准备在这里一养天年,现在不可能了。 湖里的怪兽做事不干净,留下了祸害,剩下的三个道士会带来一千个道士,一千个道士会带来一万个狂热的信徒,然后呢,就没有然后了。 如果陛下不准我回长安,您的大道观无论如何也要给晚辈留下一件敬事。 云叶想了许久才对袁守成说,这是自然,你袁家在这座神宫里永远会有一席之地。 袁守成回答得非常郑重。 云叶点点头,表示认可,既然抵挡不住道门的脚步,不妨加入进去,顺着水流行传,一定要比逆水强一百倍。 知道袁守成的心思,自从玄奘东归以后,道门无时无刻不再寻找一个契机,见证神仙的存在。 云叶的存在给了他们最大的希望,白玉京是一个美丽的传说,现在长安已经有歌姬,穿着青衫在天上飘来飘去的反复吟唱,天上白玉京。 听说歌舞者无疑不是身价最高的美人,唱者投入,听者入迷。 在灯光的映照下,歌姬妖里的绳索完全看不见,就像是真的神仙在半空中飘荡。 西王母的驻地被发现了,对于寻找契机的元首成来说,足够了。 这里有雪龙这样的怪兽,也有快要成精的妖精,喊一声就来雨,吼一声就落雷。 前山有奇花异草,湖泊里有无敌的怪兽,这太符合仙家洞府了。 此几个人算的什么呀? 吴蛇要云叶给他找一个山洞,他打算看看神光在天山会不会有什么变化。 云叶满足了他的愿望,一个被野人废弃的洞窟成了他的地盘。 云叶黑着脸看着洞里忽明忽暗的光线,完全就搞不懂吴蛇的心。 八十几岁的人了,得到一个好玩的玩具,怎么玩起来就没个够呢? 过了一会儿,吴蛇从洞里走出来,神情非常的不对劲,手脚都在发抖,这对别的老人来说很正常,但是发生在吴蛇的身上就完全不正常了。 哎,我,我看到了,看到了,白玉京。 吴蛇,吴蛇结巴了好久才说出了一句话,光当一声,云叶手里的横刀掉在了地上,刘进宝连忙搀扶住了侯爷。 吴蛇对云叶的变化丝毫不关心,喃喃自语的又说, 老天爷呀,我,我看到了白玉京,白玉京。 守好洞口,不许任何人过来。 云叶恶狠狠的对刘进宝吩咐了一句,拖着吴蛇,重新进了洞窟,让吴蛇再掩饰一遍,这太本意所思了。 玉牌再一次亮了起来,白色的光辉将漆黑的洞窟照得如同白昼。 云叶愣住了,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? 五彩的光芒在洞窟里闪耀,到处都是一丛丛一簇簇的晶石,最光芒的最深处出现了一座灰红的电雨,只要踩着那些台阶,似乎就能达到最中间的圣殿。 发财了! 云叶惨叫一声,吓得吴蛇手一抖,光芒立刻就消失了。 云叶顾不上发呆的吴蛇,冲出山洞,就要留进宝,把所有的手下都喊过来。 山洞里竟然是一个水晶的世界,一簇簇的长得满世界都是,还都是透明度非常高的六零水晶。 一群人全都跑了过来,云叶恶狠狠的对袁守成说,这里面的水晶是我的,谁要是敢和我抢,我就翻脸。 袁守成顾不上和云叶讲道理,一纵身就窜去了山洞。 吴蛇还是站在原地,他不明白,云叶为何会大喊一声发财呢? 难道不该喊一声白玉精吗? 洞里没了那些白光,多了十几个火把,同样将山洞照耀的通明。 水晶就是这样,胡乱的反射光芒。 吴蛇扔在地上的背囊上,绣着一个图案,就是一座宫殿。 这是小苗没事干的,给师父的背囊上绣出来的图案。 宫殿上方还有两只凤凰在飘飞。 十几只火把就是十几个光源,洞壁上顿时就出现了十几座宫殿,还是橘红色的,因为火把的光芒就是橘红色的。 袁守成看到云叶拿着横刀,就要去敲那一簇水晶,惨叫一声,死死的抱住云叶的腰,哀求道。 云猴啊,您要是需要财宝,老道的毕生继续拿去,求您莫要毁坏这座神仙洞府啊。 这是水晶,不太值钱,贫道买下来,买下来了,回到长安,我就命人将财宝送到府上,绝无二话。 不但袁守成发疯,奔雷、听雨两个道士抽出了松文骨剑,挡在了刘进宝和其他准备发财的老兵面前。 刘进宝的喘息声非常的粗重,老兵们的眼睛也立刻变成了红色,都看着云叶,只要侯爷一声令下,他们就打算将这个害事的老道剁成肉泥。 各位听众朋友们,本集已播讲完毕,感谢您的收听。